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508章 这是神器啊 说干就干 方济帆是个诚实的人 不瞎逼逼 忙命人去西山 宁西山那将气球紧急送来 洪志皇帝心情不错 太皇太后身子好了 他这座孙子的 常常松了口气 所以由着方济帆折腾 别把紫禁城拆了就成 太皇太后则在大殿檐下 安排一方长椅坐着 周辣乖乖陪着太皇太后左右 朱秀荣则站在太皇太后身后 看到许多人七手八脚地将东西抬来 方济帆在那张罗 而朱后赵 一如既往地在一旁添乱 在方济帆指挥之下 宦官们先是将鲨鱼皮气球吹鼓了 待差不多了 便开始打开火油罐子阀门 熊熊大火燃烧起来 洪志皇帝看着那火焰 突然有些后悔 他开始有些担心 紫禁城会不会烧了呀 腾腾的热气 使气球充气更满 地上已有人钉上一个木桩子 缆绳系在木桩子上 慢慢地 那气球居然开始徐徐地飘起 洪志皇帝一愣 直勾勾地看着那须须腾空的气球 不过因为有缆声拉扯 气球稳稳地悬定在离地半吃 朱后赵已是乐了 真的飞呀 哎呀 本宫得上去看看 进筐里面吗 方济帆寒手点头 接着朝杨镖说 镖子来 取护墨镜给太子殿下 这护墨镜也是西山所制的 其实就是两块玻璃 被皮革包裹着 戴上便将眼睛保护起来 防止到高空 眼睛被狂风吹得睁不开眼 杨镖也被请进宫里 他对护墨镜很是反感 有啥好保护的 天大的风 按眼睛也睁得开 朱后赵乐了 其实他很想上竹筐子 许多宦官正当要拦 朱后赵自己却有些胆怯了 飞到天上 会不会摔下来 这样的话 会死得比较惨 比较难砍吧 他乐了 本宫下次再飞 今日身子有些不好 来来 刘伴伴 你过来 刘瑾躲在人堆里 张头鼠目张望着 他其实觉得 自己眼皮子老条 一听朱后赵叫唤 他打了个哆嗦 脸都下绿了 战战兢兢的出来 朱后赵朝他挥手 说 来 刘伴伴 你到天上看看 不要怕 死不了的 刘瑾哭了 努婢 努婢 他怕呀 他但凡有点胆子 或者说 他真的是那种 有胆色的人 何至于 要切掉自己 入宫做宦官呢 胆肥的人 走哪没饭吃 朱后赵 博乃凡的说 叫你上去 便上去 休要啰嗦 再啰嗦 便将你吊起来 快 扎他上去 刘瑾躯 两腿沾沾 他突然后悔自己要做太监了 从前是因为家里穷 吃不饱饭 爹才将自己给送了来 他还记得 爹送自己入宫时说的话 但凡家里有黄米粥和 都不让他做宦官 刘瑾突然想到 咱切都切了 结果 方济帆这次 折腾出土豆和红薯 往后 老百姓 还缺粮吗 怎么想着 都好似是在太祖高皇帝 准备北伐时 做了元朝的官 他哭哭啼啼的 好不容易爬进腾筐里 杨彪大手 一拍在刘瑾肩上 准备好了吗 刘瑾两腿发软 不敢站住 他战战兢兢 见杨彪面上显得甚是可怕 不但胡子粗糙 最重要的是 一脸的疤痕 伤痕累累 看着像贼 杨彪见刘瑾端向自己脸上看 就乐了 这是些许小伤什么 哎 小事 刘瑾试探着说 摔的 杨彪笑了 他是一个爱笑的汉子 是啊 从天上一头栽下来 数百战搞空啊 也信得祖宗保佑 人挂在树叉上 不过也够像 哎呀 你看这刀吧 便是树尸挂的 这儿 这是从树上摔下来 脑袋磕到石头上 还有这儿 还有这儿 杨彪摆着手 哎呀 小事儿 姨妈 你不必担心俺 大风大浪 俺见他惯了 他奶奶的腿的 俺是有恩公保佑的人 不死之身 下次再帅 也保证死不了 恩公护着 阎王爷不敢收 刘锦震惊了 瘫在藤筐里 而此时 下头的人解开蓝绳 气球栩栩飘起 刘锦才想到了什么 嚎啕大哭 咱要下去 咱要下去 咱不要上天 咱要做人 要做人哪 扑向藤筐边沿 脑袋一探出去 发现自己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地面的人开始越来越小 到后来看不清了 看得清的 只剩下那紫禁城 一个一个电雨 可慢慢的电雨也看不清了 飞球快速攀升 刘锦脸色惨然 一下子倒在腾框了 杨彪转动火油罐子 阀门 似乎还想继续再攀高一些 见刘锦如此 就说 害怕啊 莫怕死不了的 安特意准备三层棉被 这三层棉被罩在身上 即便从这摔下去 只都 也不过去胳膊断腿 你莫怕 杨彪想起了什么 从囊中掏出一把牛肉干 牛肉干吃不上 吃了就不怕了 刘锦犹豫着伸手 接过牛干 放在口里嚼了嚼 煞白的脸上 多了些许的血色 不由说 真香啊 红氏皇帝眼睁睁看着气球 直接飞上云霄了 而此时 他的内心是无比震撼的 奇迹阴巧的东西 他见得多了 可许多东西 在他眼里 其实都是无用 而这气球 却全然不同 他亲眼看到 两个人直接飞上天空 进入云层里 这是何其震撼的事 就凭着这个 便可以在千军万马中救人吗 他心底深处 已有了准确答案 是的 凭着一个气球 就足够了 诸侯赵 兴奋的像个孩子 刘锦上天了 他双手扩张喇叭状 朝天空大喊 刘伴伴 刘伴伴 你还活着吗 虽然 刘锦是听不到 太子殿下的话的 他嚼着肉干 这肉干滋味 和别处不同 很有特点 尤其是在不断咀嚼过程中 他竟发现 自己可以暂时忘却 外头可怕的事情 太皇太后 眯着眼 已经站了起来 举头看天 想寻找热气球的痕迹 可即便戴了老花眼镜 这热气球 却依旧是没有寻到 太皇太后 虚了口气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去叫方继帆来 宦官匆匆去殿前扩地 请来方继帆 方继帆行礼说 臣太皇太后 深看着方继帆说 哀家这才相信 周拉的性命 果然是你救的 说着 他提着杖子 狠敲周拉 畜生 站着做什么 自己恩公面前 有你站着的份吗 被太皇太后 这门一骂 周拉委屈地想哭 却忙时败下 多谢恩公 方继帆乐了 不必客气 臣这人施恩不求回报 太皇太后 寒手点头 满意地看了方继帆一眼 哀家欠你一个人情 这情分哀家记住了 方继帆想客气一下 洪志皇帝 却这时候说 方继带 这个气球 只可以救人吗 显然 洪志皇帝 对于这气球的用途 有了极大的兴趣 他的心底 已是翻江倒海 能将人送上天的东西 有啥用啊 陛下 这东西实在太有用处了 方继帆说 陛下有没有想过 为何我大明与达达人作战士 却总处处受制于人呢 洪志皇帝皱眉 方继帆说 这是因为达达人有的是战马 关外的大漠之地 又是一马平川 他们若要袭击我大明的边镇 可以朝发夕之 当日便可发起攻击 而我大明 罪有烽火狼烟预警 可终究是被动躲在棺材之内 亲眼看到达达人 方才放出预警 这预警时间 不足以让各处关爱 做出准备啊 洪志皇帝须须点头 他眼睛一亮 方继帆继续说 因而 咱们大明就出现一个 可怕的情况 敌在岸 我在明 谁也不知 这些达达人 会什么时候出现 更可怕的是 这导致咱们大明 几乎难有民户 在关外离足 洪志皇帝身躯一阵 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想到了方继帆 要在关外 种植土豆和红薯 不得不说 现在这土豆和红薯 已经开始在关外 进行培植了 可只是小规模培植 不敢大量种植 毕竟大明不可能 给这些种植 红薯和土豆的地方 用关墙给围起来 可倘若这时候 遭到达达人袭击呢 若是事先 这些袭击了达达人 被大明的赤后察觉 能回来预警 那倒也罢了 至少农户 可以立即躲进关爱中去 可地中的庄稼 岂不是白白送给达达人了 可若是能够有足够的 预警的时间呢 又或者 方继帆说 可倘若是 大漠之地 多散布一些这样的气球 达达人 就算见到天上 有人随时监视 他们的一举一动 也是无可奈何 甚至 若是气球的藤筐里 被一些武器 偶尔投掷 使达达人 永远处在惶恐状态 那么 达达人只怕 便日夜朝不保夕 永远处在梦魇之中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我大明随时针知 甚至随时天上 会掉落一些东西来 叫他们不胜其扰 疲惫不堪 如此 他们定当是 烦不胜烦 哪还有什么心思 吸我大明边镇呢 从前我们处处挨打 永远归缩在关墙之内 可今日起 我大明 就要化被动为主动 也让他们尝尝 这恐惧的滋味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